土牛 我們現在這個土牛呢 它是可以攪拌一包水泥 一比三 就是一包水泥有三包沙 三包沙子 它的攪拌呢 這個地方可以傾斜 那我們一包水泥三包沙呢 再加水可以攪拌 那這樣子取代人工 它也省時省力 它的效率會較好 所以我們在現場裡面也是要準備 所以功力善其事必先立即興 我們現在師傅呢 你看他把這個開關打開了以後 它在攪拌的過程裡面很均勻的 就落到我們這個整理車上面了 這個烤湖裡面的攪拌的 它就很均勻的把這個蓋子打開以後 它就全部掉在這邊來了 這非常人性化的一個這個工作方式 所以這我們工作也是要求效率 關起來以後 他就可以把他的水泥車推到 師傅所要的一個定點 我們現在 他師傅就可以推到他的定點 然後提供給師傅 他抹牆 我們現在這個所有用完以後 那就是要拿這個鐵錘 把這個所有的這個 水泥的 水泥的沙漿硬塊的部分全部都要敲好 甚至要敲好以後呢 要拿起來把這裡面清乾淨 包括這裡面的旋轉的這一根 這個棒子 在這裡面旋轉 通通都要清洗乾淨 我們這個頭部的這個部分的清潔 也是要把它做好 每一次用完都需要這樣做 保持它的這個 然後再一次做